戴智颖生涯含金量最高的冠军是什么? 或许有人会说是全英赛 毕竟除了奥运的世界赛就是全英赛是最大的赛事 但是在我心中 我认为戴智颖含金量最高的冠军当做2016年印尼公开赛 作为超级1000赛是印尼赛击分和全英赛一样 而更重要的是 戴智颖在这一阵比赛中先后击败了李雪瑞、王世仙和王以涵 三名中国世界力夺冠 这样的难度绝对比奥运会还艰难 因为奥运会压根没有这么多世界第一场加码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战决赛 看看戴智颖当年有多强 第1局比赛两人来到了13比11非常焦灼 但是接下来的小代彻底的爆发了 发球直接就是一个突击 王以涵也是来了一个披萨 年轻的小代还是快 接发球第一派直接要领命 又是强攻 真的就是打速度 王以涵经验也是非常丰富 小代一直在往前的抢攻 那我就推个后场 小代又是突击 所以这一次加了一个假动作的放网 哇 这个球也没扑到 小代自己也是气得跺脚 那个时候的他确实可爱 这又是一个假动作 戴智颖这种假动作 可能就是余生举来的天赋 王以涵这球太着急了 直接杀出剑 戴智颖的往前球还是非常好 20比16拿到了局点 这个接发球的变化太犀利了 带着一把小打大的优势发挥的淋漓尽致 第二局比赛带着你12比8领先 接下来的他就彻底的爆发了 这球是王以涵自己的失误 又是一个失误 越打越着急 王以涵全部都是失误 连续四个失误了 手在头领区直接批杀好球 手在头领区直接批杀好球 再刷一个直线 王以涵被打得有点崩溃了 连续打转身又是突击 戴智颖这打得真的凶 这个球居然都没有接到 王以涵自己也是在挥牌起分 非常难受 最后戴智颖一个非常大角度的高对角 21比8直接拿下了中国曾经的世界地 王以涵 最后时刻 更是一波9比0首个冠军 这不仅仅是戴智颖剩下第一个印尼公开赛冠军 也是戴智颖剩下含金量最高的一个冠军 从这个时候开始 戴智颖就逐渐进步为 新的宇宙天后开启了自己真正的巅峰 那么你想看戴智颖对阵其他两名中国选手的比赛吗 想的话评论区留言 这一句话评论区留言